哈喽宝宝们又是一期Sephora的开箱 然后我本来准备等我下午那个包裹 倒了一起录的 但是我今天刚画了一个用这个袋子里面的一些彩妆 画的一个妆 所以说我想先把这个录了 然后下午的那个我再穿插进来 对等我下午回家的时候再我先录这个 我现在穿的是一个我的睡袍啊 我就是本来想下午录的 但我说现在录了 好又一单Sephora 最近真的Sephora重拾了我上大学那会对美妆的热爱 我已经很久没有买Sephora的彩妆啊或什么 但是它这个八折来了之后就是 购物欲望还要试新品的欲望非常的高涨 然后每次试的新品都是非常好用的 好废话不多说赶紧吧 我就拿到什么说什么 这一袋子也挺多东西的 首先呢是一个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特别好用的东西 是Beauty Blender他们家的一个粉底液 这个粉底液就是我今天脸上涂的 超级的水润超级的轻薄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沙漠干皮超干的一个皮肤 我觉得我用这个呀就是夏天 还有冬天再加大应该都没有问题 如果回国了有可能会觉得就是说有点问题 但我觉得夏天和冬天用再加大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然后它整个上脸真的好漂亮啊 这个妆容 我最近没有用到一个使用感这么舒服 且这么漂亮的一个 它是清透的那种透透干净的妆容 然后我买的色号是Light One这个色号 我觉得白皮或者稍微白一点 哪怕黄一点的你使用Light One都没有问题 如果你是使用那个Light Two 你去选那个Light Two 我试了一下它有点黄黄的 然后有一点点暗 因为粉底液它有可能都会暗沉嘛 慢慢慢慢的 所以说我觉得你使用一个白一点的色号 它会显得皮肤很干净 它不是那种死白死白的 它是很自然的白 反正我这一瓶我真的超级喜欢 而且这瓶超便宜 这瓶才只要31块钱打完就了 超便宜 好 第二个呢是塞子 那是他们家这个新出的液体的这个塞子 我呢就是想要一个完全完全给我紫掉的 不要有一点点红的一个塞子 然后这个就给我发现了 其实我是很喜欢塞子的 因为我觉得塞子现在皮肤很干净很白 然后我之前有一个Gobie Brown的这个塞子 它是有一点点偏红的 一点点偏红 然后这个呢被我找到了完全的一个奶油紫 一点都没有红掉 所以我就很喜欢 它上手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很紫的颜色 我今天涂的就是这个 它上脸 因为我脸本来都是有一点点泛红的 爱泛红的 但是呢 它这个蛮紫的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显得妆容 特别特别的干净 特别的白 我现在再叠加一点 反正我超喜欢这个紫色 就稍微白皮啊 用这个颜色都不会累 所以大家放心去买这个塞子好吧 然后色号我到时候还是会一样的 打到下面 就这样 超可爱 然后显得皮肤嫩嫩的白白的 然后显得妆很干净 所以这两个我真的是发现了两大宝物 这两个 所以大家要买赶紧去买 好的 Tower28他们家这个橘色的 这个Magic Hour 这个颜色的一个 腮红 对 腮橘 这个颜色呢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看 但是我还是会留着它 它有的时候用我那个 Tom Ford他们家那个20号的那个眼影 配这个橘色调还不错 为什么呢 我说我不是很喜欢 它往上马超火 我觉得呢 它在手上是这种比较橘的颜色 但它在脸上推开呢 没有那么橘 反而是有一点点红的 你知道吗 就我喜欢这种完全完全的奶油橘色 我不太喜欢 就这种橘色给我做到脸上又是有点点红的 然后这个呢 它就没有在手上那么橘 它在脸上推开反而是有一点点红的 所以我就不是很喜欢 但是也能接受没有到说退的这个程度 所以我来总结一下 就是如果你想买一个特别特别的塞橘 就是完全很橘很橘的掉掉 然后它在手上会是很橘很橘的掉掉 但我觉得上脸没有那么橘 所以说这一块 可买可不买 如果你很感兴趣这个牌子 想试一下 然后这一块又很便宜 所以你可以试一下 但如果你追求的是一个非常橘 非常元气的一个 我觉得它戴不到 它没有那么那么的橘的颜色 好 接下来呢 是一个Laurie Maciej他们家的这个 散粉 粉饼 这个是看百年视频 它当时那个视频给我惊呆了 我马上就下单了 然后这个我也是用了几次 首先我觉得它这个包装挺廉价的 但里面的东西我觉得是好用的 就是有的人说它 它擦在脸上没有一点感觉 擦得跟没擦一样 但我觉得它隐形毛孔 因为我的毛孔蛮大的 它隐形毛孔的能力 在我这里我觉得挺OK的 因为我这个鼻子啊 这里的毛孔真的是挺大的 然后我一用这个 我马上我的皮肤就mat了 所以说这一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点 但是呢 它整个的包装 因为它不便宜嘛 它整个包装非常非常的chip 但这个东西很好用 然后里面这个粉饼 也是一股臭臭的味道 如果你不太喜欢彩妆 有臭臭的味道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不会接受这一盘 因为这个真的有种臭臭的味道 然后我觉得夏天 就是在特别热的夏天 这个定妆能力应该是蛮不错的 如果冬天有可能会干了干皮 然后这个粉铺我也不喜欢 我用的粉铺都是那个 这个CPB的这个粉铺上的 我觉得还不错 它自己的这个粉铺 除非外面补妆 要不然我不会用 因为有的粉铺不好的话 它反而会让你的毛孔粗大 妆容斑驳 对 然后这一块我觉得 我还是挺推荐给毛孔粗大的人 我觉得还挺好 但它就是有股臭臭的味道 其实我自己不是很喜欢 彩妆里有臭臭的味道 好的 我们继续继续 快完了 还有几个 Real Beauty 我最喜欢的牌子 的唇台 对 今天嘴巴上涂的就是这个 Nearly Rose 我之前那个 跟我一起 Ingross的里面说了吗 配我今天这个 整个size的这个妆容 非常好 挺好看的 然后我下次有机会 把这个 这个和这个一起涂一涂 看看效果 就同系列了 他们家同系列 还有个眼影膏 但我没买 因为我觉得眼影膏 画的好奇怪 好像是眼影 眼影蜜吧 就是用这种罐款装的 我觉得很奇怪 我就没有买 好 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Real Beauty 他们家的这个 Nearly Neutral这个颜色 我也给买了 就是没办法 我必须得买 就是我这几个蛋蛋 我要几起 我已经有四颗了 哇 这个三红膏 是我最近在 Sephora买的三红膏里面 Real Beauty 是我最喜欢的双砖粉 最最喜欢的 它真的不要太清透 然后使用感 不要太舒服 上脸马上就变成粉状了 它那个感觉很好 然后我觉得挺持久的 然后这是这样一个颜色 它是那种 很淡的一个杏仁色 有可能这 我涂在这边试一下吧 就是给你们这样试一下 它那边都滑了 很淡很淡的一个 杏仁色 很美 杏仁色 然后这一系列 因为我买了很多嘛 我觉得每一个的妆容 的感觉都是不一样 所以说如果大家让我 推荐一个 其实我真推荐不出来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妆容不一样 但我可以给大家 总结一下 我这几颗的妆容好吧 一个是这个橘色的 这个橘色的妆容 就是很元气的 就是它这个橘 蛮橘的 蛮橘的 然后就是我说的嘛 如果大家想买 Tower20 还不如买Real Beauty的这个橘 这个橘上脸 是真的有感觉到橘 那个只是在手上橘 我觉得上脸 不是很好看 我个人觉得 然后这个橘 就很元气的一个橘色 然后这个是一个 很舒服的一个 杏仁日杂色 然后Nearly Rose 之前试过嘛 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显白的一个颜色 涂上马上白一个色号 白皮涂 马上白一个色号 这个就不用试了 今天试过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 豆沙粉色 跟今天买的这个颜色 挺像的 但这个呢 更红一点 这个是血气感的一个颜色 这个之前的视频也试过 血气感的一个红色 然后这个是杏仁色 这两个 好了 这就是这一期Sephora 大家明天要结束了嘛 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话 有被我种草的赶紧去买 没有要推的东西 真的都是宝宝 然后今天下午 还有一些刷子 Real Beauty的刷子 还有一个高光会来 然后等一下 回来再给大家录吧 好了就这样了 回来衣服有可能会变嘛 也不会穿流水泡 好了就这样了 拜拜 等一下下午见 拜拜 哈喽宝宝们 就在我要出门的时候 我的Sephora包裹到了 太开心 希望这真的是我最后一单啊 明天结束嘛 我希望我不要再买 太夸张了 好的 哇这个好搞笑啊 这个Sample 讲这么大一个的呢 太逗 好我主要是买的 Real Beauty他们家刷子 因为对于我来说 好码一定要配上一个好安 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刷子买 一个是他们家腮红的刷子 腮红刷 我好喜欢Real Beauty的包装 然后大家我看网上测评 也都说这个刷子挺好用的 所以我就给买了 然后它这个是怎么打开 我对一切需要打开的东西 都是一个未知状态 好的 它是这种粉粉的 很漂亮 这个包装 然后它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弄腮红的一个保护套 还有一个是高光刷 高光刷 高光刷我现在去试用一下 跟大家感受一下吧 高光刷怎么样 我脸上的高光现在还在 稍微打一点点 高光刷细细的 哦我可以给你们大家试 我新买的叫高光 对 新买了一个高光 是他们家粉色的这个色号 在这儿哈 色号色号 这儿 对另搁一下 对这儿的一个 它是粉色的 我把那个金的古铜的色 然后白色都买了嘛 然后我再试一下这个吧 希望这个不要碎啊 这个这个包装 现在超级难打开 巨难打 对不起 不乱弄 哇 这个怎么感觉不妙啊 脏不辣细的 就这个壳子 有点脏 我打开看一下 哦 没事 可以的 好 粉色的 我自己先试一下 他们家这个高光 真的特别细腻 咱们再配一下 这个高光刷 感觉怎么样了 要好用 你们也去买一个高光刷 好用的 它非常的小 就很好打亮这里 然后这个粉色的呀 比其他颜色 都要自然一点 但我脸上现在打了太多高光了 这是讲真 我看不出来 这个高光的效果 好像这个粉粉的颜色 也是我在专柜试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样子 有可能大家看不出来 手上给大家试一下 是一个很好看的一个粉色 我不能说它是香槟粉色 我不觉得它是香槟粉 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粉色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一个粉的 像玫瑰的那种粉 挺漂亮 好 这就是我最后一单Sephora 目前最后一单Sephora的开箱 好 就这样啦 我们之后 如果有彩妆爱用的话 我也可以给大家录像 因为我最近对彩妆的这个激情 还是挺高涨的 所以到时候如果用了 如果有点哪些东西好用的话 我可以再给大家分享 好了 就这样啦 拜拜